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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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什麽鬼啊 Hello 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導演的爆料時間 相信有關注第五人格資訊的小夥伴們都知道 今天共演服上線了新監管者博士 一開始我看了技能描述 根本想像不出來是什麽樣子 然後呢 我就上了共演服看了一眼 也沒什麽特別的嘛 不就是這把刀長了一點 真就四十米長刀了唄 直接進入遊戲 人機對抗 我們看一個監管者呢 首先要看到外型 看起來挺魁梧的肌肉也不錯 可以可以很符合我猛男的氣質 就是這個揮刀的姿勢 為什麽一定要反著我呢 他正著拿砍得太遠 哇 這個臨界技能也飛得太遠了吧 這... 好 研究了一塊呢 我終於是搞明白了 這個角色呢 他有一個能量負載的設定啊 每次使用一技能就會增加10點能量 使用二技能呢就會增加20點能量 當能量超過50的時候呢 他的一二技能都會有一個加強 比如說一技能就會增加一個跳P的後續 二技能呢可以在蓄力之後再接一個重擊 當然了相應的也會增加能量負載 當能量達到100時 博士會進入過載狀態 移動速度降低8%無法使用所有技能 持續14秒 使用技能對求生者造成傷害的話呢 也會觸發插刀動作啊 有一說一 這個監管者的技能真的太誇張了 我能理解第五人格現在想要改變機制 但是這個也太打破常規了吧 而且這個監管者還不能夠把求生者掛上椅子 只能讓他們自己流血而亡 雖然這個流血速度呢會增加300% 開門戰還會提升300% 就跟坐椅子上天的時間差不多 但是這樣好像很容易被求生者跳地窖啊 你想想人家就爬到地窖旁邊 等隊友起飛了直接跳地窖 你也沒什麼辦法呀 開門被打倒的人呢等隊友走了之後 直接跳地窖好像也不是不可以 但這個角色確實是打破了現有的常規體系啊 由於他不能掛椅子嘛 現在的搏命啊 救人速度啊 畫家的血條等等等等 設定呢都要重新設計 哦 怪不得要給入臉師增加一個隊友倒地入臉 原來在這啊 不過呢大家也不要覺得這個監管者就很難應付 畢竟他只能靠快速擊殺來掌握節奏 又不能掛人 對吧 總不能不管電機在原地傻愣愣守著地上的人吧 要跟求生者搶時間 看你們摸得快還是我砍得快 畢竟每次倒地都會增加25%的進度啊 砍倒一兩次那個人就沒了 道理雖然說是這麼個道理啊 但是他這個技能效果也太震撼了吧 媽媽 我可以在第五人格裡打合鬥遊戲啦 哦對對對 最後我要吐槽一點 雖然說他的設定是普攻可以擊碎板子 但是你們這個模型是不是要再優化一下 要不然被求生者看到我這樣子彈刀 然後再默默踩板 會顯得這個監管者很呆耶 溜啦溜啦